大家好,我是小安,YouTube的黄金三小时 如果您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 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请您介绍到的给我一个like 真心的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谢谢大家 我们先来准备大骨棒 准备了二斤的大骨棒 多一些,营养更丰富的 大骨头的钙含量比较多的 其实是缺钙的,缺铁的,缺乏维生素的 都可以多吃一些大骨棒 煮成汤喝,营养更好的释放出来 更好的补钙,又补充身体能量的,营养均衡 大骨棒一定要采用新链的大骨棒 这个大骨棒是早上刚买的,缺水也比较多 一定要不要去选择冷冻的 冷冻过后的大骨棒营养就是一大半 它就煮汤喝,几乎是没有什么营养了 加一大勺面粉 我们抓拌抓拌 这些骨棒血水是很多的 我们要加入一勺面粉时间的抓拌抓拌 面粉具有很好的吸附作用的 可以把大骨棒里面的血水全部吸附出来 血水去除之后 血水少一大半的 我们使用起来打骨头 就没有那么的腥,口感也不错 很好吃 多抓拌抓拌 抓拌至像这样非常的粘手 特别的粘就可以了 我们用流动的清水再淘洗几遍 洗至水变清就可以了 一定要多洗一洗 血水洗干净 洗干净的大骨头放入锅里面 我们来焯水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把大骨头放到水中浸泡6个小时 水去除干净之后就不需要焯水了 这样大骨头的营养更好留在大骨头里面 营养不流失 其实我们焯过水之后 大骨头里面的营养会流失一些的 因为第一遍焯水里面很多的油脂全部去除了 营养会减少一小部分 建议朋友们如果有时间的话 把大骨头一定要提前用水泡泡 6-7个小时 这样就不需要焯水 营养更好的保留住 加入葱姜 去味增鲜 再来料酒 加清水 大火煮开 水煮开了 煮开之后不正常的把骨头捞出来 再焖煮5-6分钟 这样血水更好的出来的 我说大骨头的时候需要注意了 一定要冷水上锅 如果热水煮大骨头的话 血水凝固到里面初步来的 用凉水煮 慢慢的把血水全部积出来 这样大骨头吃以来一点鲜味都没有 特别的好吃的 再次煮好之后我们通水捞出来 焯烤水的大骨头 我们来清洗清洗 洗大骨的时候用温水洗 不要用冷水的 如果冷水洗的话 肉是特别的紧实 吃以来不好吃 发柴的 多洗一洗 血沫全部洗干净 我们控水捞出来 准备几颗红枣 放入碗中 加入清水 把红枣打湿 来点面粉 用手抓拌抓拌 把红枣清洗干净 红枣沟壳里面有可能的灰尘 不好清洗的 面粉具有很好的吸附作用 可以把红枣沟壳里面的灰尘 全部吸附出来 涨洗的红枣是比较干净的 红枣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美容助盐 滋补干肾 老话说 13枣长生不老 红枣营养很高 吃起来口感甜甜的 酸酸的 很柔软 特别的好吃 洗干净的大骨头 放入一个大锅里面 我们开始炖煮了 加入葱姜 去味增鲜 次加入几颗红枣 增加鲜味 加入滚开的热水 这里需要注意了 煮大骨头要用热水 这样煮的汤是比较奶白的 大火焖煮30分钟 我们准备一根铁棍山药 刮去外皮 山药具有很好的健脾养胃 滋养干肾 补肺精 平时消化不好的 胃不舒服的 肾虚的 都可以多使用一些山药 能够更好地缓解这些症状的 山药是钥匙投原的食材 既能够入药 也可以食用的 这种环山药 铁棍山药 营养更丰富 药与平常的山药 高出很多倍的营养 我们可以多使用一些 枸杞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的 美容猪盐 滋养干肾 补肾虚 阳虚 润肺 对这些的好处很多 抓起枸杞的时候动作轻一点 不要把枸杞抓破了 枸杞抓破之后营养会流失的 枸杞含有丰富的枸杞多糖 维生素 钙 铁 铁 营养很多 日常生活中 可以多使用一些枸杞 我们换两边清水 骑着水变清就可以了 我们控水捞出来 准备一根胡萝卜 刮去外皮 胡萝卜的营养很丰富的 含有特别丰富的钙 膳食纤维 尤其是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 平时眼睛疲劳的 用盐比较多的 缺乏维生素的 都可以多吃一些胡萝卜 可以很好的补充维生素 再把胡萝卜改刀 这是滚刀小块 大小适中 熟的比较一致 时间到了 焖煮好了 看一下 汤汁奶白奶白的 正好如果它打五汤呢 既营养又美味 特别的好喝 味道究其的鲜 营养也不会流失的 准备好的食材 倒入锅里面 再焖煮20分钟 煤煮好之后 加入枸杞 我们加入一勺盐调味 别的食材不要放 这样喝起来味道比较鲜美 很好喝的 来一点香菜 既增香又营养的 这样炖好大骨头汤 味道很鲜的 一点腥味都没有 加入的食材都是比较丰富 营养健康的 特别的好喝又好吃 大骨头不腥不柴 软嫩多汁 咬上一口细饱汤汁 很香 里面的食材呢 既营养又健康 这样做好的骨汁 经常喝一喝 可以增加钙质 预防骨中的流失 对我们身体健康很有帮助的 也比较适合老年朋友们 经常喝一喝 骨落好 到老年之后身体倍棒 是麻麻香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 有空试一试吧 点开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